就拿抹布擦拭桌子或掃地 做架式清潔家裡大掃除 但切忌大年初一不要做 農曆初一傳統定義上新年的開始 民俗專家建議把辛苦活都先放下 先往各大公廟人多的地方走春祈福 也是討財運 假成農年的大年初一 吸納財運有幾大方向 首先就是守時 大年初一掌握求財時機後 再來就是瞄準人氣旺的場所 例如市集觀光景點 以及搶頭香場合 象徵新的開始連結新的運勢 新年迎接財運 每年即時以及正確財位都不一樣 共通點都建議大年初一 不要太晚起床 早起出門走春迎接財神爺 思與新的一年有好福氣